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回忆突然乱了画面 翻出一张从前照片 夕阳又落在那窗前 泪湿了夜 曾经以为遗忘的存钱 曾经谁许下的诺言 原来心里的那首歌叫思念 一朵花开过春天 摇曳在枝头等你发现 穿越了流言 当时的境迁 又已陪在身边 愿风刺春间蔓延 第十二届图书博览会 在本市隆重召开 现场还将举行一场盛大的颁奖联礼 由孝先生 我是青年艺术家王小兴 将会斩获最佳插华师大奖 举计划 不算脱陷阱 肯定豆振 不算脱陷阱 不算脱陷阱 要不要拒绝 不算脱陷阱 你是不是 会有一同 好 先和脱陷阱 你没有误会 这种啦 不算稳定 我只好 那你还可以 你能不能安心 你始维 冲锯 你说 是这样 能不能 不要在网上 再黑王小兴了 到此为止 好吗 你什么意思呀 好吧 我说得再明白一点 王小兴是你的前妻 这个我知道 很久以前 你们俩已经离婚了 这个我也知道 但有一点你不知道 就是在你认识 王小兴之前 我就已经喜欢王小兴了 刚好王小兴现在单身 我有一个机会可以追求她 我想保护王小兴 好 开离了 恭喜啊 小兴姐 一会儿你就要上台接受大奖了 这可是茶碗是唯一的大奖啊 王小姐 准备好了吗 班级马上开始了 对不起 先生 这里你不能进 王小兴 王小兴 你好 等 等一下 你谁呀 这是女士换说件 你不可以随便进的 你能给我两分钟的时间吗 谢谢 你好 王小兴 我认识你很久了 我知道你不认识我 没关系 我会慢慢跟你解释 你真的是美呆了今天 给我两分钟的时间 我有很重要的时间 要告诉你 你是 丁雪奇 先生 这里男士不能进 来 等一下 让我玩 等一下 喂 我跟你讲 加我微信 有两分钟不能给吗 加我微信 加我微信 叮叮叮叮叮 三个恶叮的那个拼 你拼完以后就是 我这种加个微信也不行 他跟我说话吧 空间 看你空间的留言 明白吗 你空间的留言 丢的留言你现在就看 马上干真的很重要 因为一会儿 有事情发生 这很辛苦的我跟你讲 这是谁 你认识谁啊 我不认识啊 我自己走 何必呢 对不对 有意思吗 现在请王晓星女士上台领奖 好 恭喜 恭喜 谢谢 你为朋友 我们的颁奖还没有结束 稍等一会儿 你又想要骗多少人 这可水果稀释 就是他 没错 就是他 现场突发事件 王晓星刚刚要上台领奖 被网友人肉所索 爆出水果稀释丑闻 这床家上说 说你是骗子 是绿法表 你确实离过两座婚 这是我的私人 跟你们没有关系 王晓星 您有弟弟吗 你爸妈开了一间超市 不是这样的人吗 妈妈要笑 爸妈先小姐请你回答一下 你爸妈说一下 有两个小姐 有两个小姐的吗 让我们说一下吧 够了 来 够了 来 够了 干什么呢 够了 你们要人肉谁呀 人肉她之前 先人肉一下我林一斌 你们这群人 不分青红皂白的 去欺负一个弱女子 你们不觉得过分吗 小夕 我真没有想到今天 会出这样的意外 但是没关系 你永远都是我的小夕 我今天来 只想向你求婚的 请求父母 小夕 我爱你 你回来吧 我明白了 这一切都是她设计的 利用网络来演出 英雄救美 想重新得到王晓星了 你探索俩 ledge我 好 在我身上 你不相信她 跟那个老子 好吗 我伲冲 这种事 我不愿意 那边 接盘侠 接盘侠 老小兴没那么明显 看你后面还有什么仗 您是金融界的天才大鳄 为什么对王小兴情有无忠 王小兴被人肉了 非常不堪 你认为那些网友说的 真实度是多少 您真的不介意吗 王小兴拒绝了 您的复婚要求 如果你爱个女孩 你会在意她的过亲吗 那么今天的闹场事件 跟你有关吗 当然没关系 我那么爱她 我怎么会杀害她呢 她真的是结过两次婚 离过两次婚的 到处偏钱 骗一个骗一个 骗一个 骗一个 最后是 小兴 说 你说谁呢 我 看见了吧 你知道这是谁吗 谁啊 这是王队的女儿 你不认识我认识 把手机给我 谁呢 杀击呢 杀击呢 怎么了 什么事啊 有什么表情啊 你这是 我今天绕了 这么一大圈的路 就是来警告你 以后再给小姓添麻烦 我绝轻饶不了你 我是她亲妈 我不会害我闺女的 你不会害 那水果稀释 那不是你添上去的 她被人肉搜索 那不都是因为水果稀释吗 我告诉你 王谢安 我这辈子做的 最错误的决定 就是跟你结婚 我这辈子做的 最最正确的决定 就是跟你离婚 对不起 对不起 太巧了 十九早 更巧 我也去 太巧了 我也刚好去这层 还有我叫丁雪景 我就真的十九层 我跑了 跑了一路 不是 你跟着我 你这是干吗呀 我想帮你 我不希望你能帮忙 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首先 网络上现在铺垫在地 全是你的负面消息对吧 然后你被人肉了 我说得没错吧 走 你叫什么 丁雪奇 谢谢 丁先生你好 谢谢你对我的关心 但是我从来不接受 任何陌生人的帮助 所以你忙你的 我忙我的 好吗 这杜光影响到你的收货了 是不是还影响你工作了 是不是还影响你工作了 你这花展还开吗 他们还会和你签约吗 好的 接受我的帮助吧 好吗 你怎么知道我那么多信息 然后我知道的更多呢 我可以慢慢告诉你 我不需要你的帮助 我再跟你说一遍 如果你再跟着我的话 我就报警了 好的 我不跟你了 跑不动了 马库里先生 合同我已经带过来了 字我也签好了 就按照你说的条件 到时候展览会上 会出现你很大的logo 汪小姐 本来我们今天约好签约 这是签订赞助你和 私人换染的合同 但是呢 网上现在出现了 你的大量的负面新闻 不 那都是不实的消息啊 据我们所知 那些不全是不实之词 你的确对你的经历撒谎了 那些都是炒作 真的是炒作 是有人恶意要伤害我 你明白吗 林总 现在网络上已经炒得 光靠网络舆压力不够 你组织点人 上他们家闹去 王小兴撑不了多久的 到时候 她会主动向我偷还送报的 妈 谢我 谢我 把这电视材是开不下去了 原来说加盟的 他们要撤了 给原来的那些 他们也要走了 这部网友 是一天到晚的来得到啊 把橘牌子抗议往这儿拖漆 电视台也给爆了 没人来买水果了 一来人就问 问王小兴在哪儿 小毛子太过分了 好了好了 这么做 你说我这电 真是为啥要命啊 你就没摊上一个好女儿了 怪我 小兴 明天我不上班了 你看着我干什么 我是主动不上班的 又不是他们领导不让我上班 那是领导让你休息的吗 他们呀 怕我再跟人去打架 爸 对不起 我倒没怪 要不这段时间 我搬出去住吧 我住在这儿你也不安心 怎么了 小兴 你啊 他们在网络上黑你 你就畏缩了 那可不行 要强咱们就强到底 你看你老爸 绝不认输 你是我女儿更应该 清除于蓝胜于蓝 不能信这个邪 绝不认输 那我就不怕了 这就对了 放心吧 走那么过去的 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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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傻了你们 不记得我了 你谁啊 丁学棋 丁学棋 你们在网上黑的我 说我是幕后的黑手 还记得吗 就是他 就是他 就是你啊 我来给大家出一个主意啊 明天我跟你们约嫁 就在旁边的咖啡厅 不是打架 是用嘴辩论 阐明事实真相 拿出一些证据来 挑些精英吧 好吧 口才好的 你到底是哪边呢 我是哪边的 我用行动告诉你 嗨 你必须来 你如果不来的话 就顺便你承认自己 是水军了 领工资那种 别叨叨 你也得来 丁学棋 我跟你素不相识 我真是想帮你 听你说哪个 干什么 我明白什么 你干什么呀 快下车 要不然我报警了啊 我就告诉你一件事情 静静开车 躲个这一层 明知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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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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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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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完了你要说什么 静学棋先生 你这样让人挺害怕的 我们愿意相信你是 善意你呢 你要说什么 你赶紧说完好吧 那我就直说了 起初让你母亲 拿出那几张照片 来炒作水果吸尸的 是一家網絡营销公司 这个公司的经理 王勋和你的母亲是朋友 然后发这些照片的IP地址 对我给查出来了 是什么呢 这一张 然后在网上才开始 有恶意攻击你的帖子 那些帖子的源头IP地址 我也查了一下是什么呢 我也看一下 然后你们对比一下 这个IP地址 是不是完全一样 你母亲的这位朋友 诱导和欺骗了你母亲 拿着这些照片出来炒作 然后他们就在网上 开始大肆地人肉腻 开始编那些恶意的帖子 去不去你自己考虑吧 我希望能见到你 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一个见面会 也是一个发布会 我还邀请了两位报社的朋友 他们也想了解一下 事件的全部过程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好 首先由我来问 第一个问题 王小兴 您用惨了 今天在网上又被人给扒平 你跟陈一诚当初为什么离婚呢 要不张大侠你来说一下这件事 因为经过亲子鉴定 王小兴的孩子跟陈一诚 就没有血缘关系 这个我很多知道 对啊 没有血缘 还有 王小兴你曾经当着陈一诚的面 甩了他父亲一个大耳光子了 你也太过分了 陈一诚能饶着你吗 他必须把你哄出家去 你现在来听他怎么说 王小兴 现在该你了 能不能说出这两件事情的真相 陈一诚的父亲 在我们谈恋爱之前就已经去世了 所以我不可能打他老人家的耳朵 穿越呀 怎么可能呢 打一个已故的老人耳光 你能看出这事来吗 反正我也看不过 亲子鉴定呢 我跟陈一诚从来都没有过孩子 他妈妈一直想要 可是我们那会儿太年轻 刚毕业 我们还想奔事业 所以我就坚持不要孩子 后来跟他们家闹得非常不开心 这也是导致我们离婚的原因之一 所以怎么可能有亲子鉴定呢 纯属胡说 不要去百度 不要去谷歌 查不到 去派出所查一查 他那里有没有孩子的货 然后他去法院查一查 他们离婚协议上 有没有备注一条孩子的抚养 全这一下 权威吗 当然权威 但凡你多看这个帖子 一两秒你就会发现 这个帖子是假的 是你们被人操控了 各位 我们每一个人啊 心里其实都有一杆唱 都希望 正义感的存在 这种存在感是每一个正常人类 都拥有的 但是人格也是有缺陷的 我们可能会以为 这个事情是这样 就把它当成真相 但是和事实是有区别的 这很有可能吗 还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 有人说你是极有女王 你怎么来看 你怎么为自己辩解一下 我 别解释了 你会画画啊 画出来吧 画出来 展示一下 第二天 选 pel� 再选择 你 然后 再问你的 如果没有遇见你 随便 看谁呀 还没有呀 找她 来 ske 那思念 浅浅淡淡的温暖 在内心上都蔓延 这是我 最帅的一个人 好不好 短短几十秒 这是你吧 张大侠 相当大侠 还有我 画画是王小兴的职业 是她的本领 她靠画画拿了大奖 所以她为什么要靠男人上位呢 为什么非要说她是极有女王呢 我不是极有女王 我就是一个画插画 我最大的梦想 就是成为女宫崎君 我想做出更好的 动漫电影出来 由于我的作品 很多人喜欢我 想给我投资 我没有接受 因为我不想接受任何的附加条件 我想靠我自己的努力 如果我那会儿接受的话 站在这里的 就不是我今天的王小兴 各位网友 你们对我的伤害 真的很大 如果 让我跟你们成为朋友 我想我做不到 我也不愿意 我把你们当成敌人 因为我知道你们憎恨的 不是王小兴我这个人 而是你们心目中的那个坏人 从这一点我跟你们是一样的 咱们打翻盘了 打翻盘 那个果然重新开场 不用等了 对啊 报告 各位网友 我们已经拿到了充分的证据 他们事后忍着我 对我父母的伤害 寂静不时的报道 都是这家公司发布出来的 那你说有幕后黑手 那幕后黑手是谁啊 问得特别好 这是今天的重点 这个人 他 我知道他是谁 但我现在不想说出来 我只是想给他 保留一点面子 事情点到为止 我不说 我是希望他能离开我 我王小兴 由我自己选择生活的权利 请你不要再纠缠了 谢谢 丁先生 王小姐 请问你和丁学棋先生 是什么关系啊 我们 我们是追求者 与被追求者的关系 谷先生 我是追求者 原来是英雄救美啊 那是英雄救美啊 救美啊 老大 笑意 淡定 特别好 刚才不太好意思啊 因为我知道 我有点唐突了 说了一些话 那没有 挺好的 因为如果不那样的话 我没有办法 明白 明白 对 对 那 我有 打动你的风心吗 丁先生 谢谢你帮我带出困局 真的 不是 我觉得说这个就远了 我真心 我去吃饭吧 我 我感谢你 对不起 对不起啊 怎么联系 怎么联系 微信 还是留电话 我 我微信 微信好了 微信 好 微信 我扫你 我扫你吧 我 我扫你吧 我扫你吧 好 好 好 很眼熟 对吗 你怎么会有 这张照片 对 在很久以前 一个不太愿意 透露姓名的网友 寄给你 对吧 你知道吗 当时这个网友 一个人独自行走 在个壁滩城 饿了一天 就在他 马上就要绝望的时候 一个特别美丽的胡杨 树立在他的眼前 没意思 是不是很神奇 那个人是你 后来你不是还把这个照片 用在你那种杂志的 2014年第八季三十五页 你还配上了一个 网络作家的新语 你一直都在盯着我 偷窥我的隐私 没有 我 我是一直在暗中关注 林先生 你让我觉得恐惧 没有 不 不 不 什么 喂 等一下 我可以死 没问题 但是我希望我能死得明白一点 我到底怎么拧了 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好 我告诉你我是谁 很久以前我 你是让我觉得一个很害怕 我想起来就毛骨悚然的人 你到底定我有什么目的 我还没说我是谁呢 我是出入你什么开心 我不需要听 等一下 别跟着我 别跟着我 我跳 你干吗呀 你看我没开车呀你 你站着 别动 没你事 停下 你上车 上车 林一笔 你想干吗 晓晓 那个丁学棋她帮你 又想追求你肯定是不怀好意 你千万不要上她书片 你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她搞什么鬼 我只希望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赶紧过去 我已经给你留了余地了 你的名字到我嘴边我都没有说 咱俩能不能互相体谅一下 就像你说的 让这事过去吧 对呀 我也是这意思 这事能过去 只要你回来 只要是你回来 我可以放下所有的一切 我可以改变一切 那我告诉你 我现在有喜欢的人了 你说什么 我说我有喜欢的人了 谁 你没必要知道 我就是想要去拿完 你好 丁先生 我是王小兴 对 没错 是我 我来是想告诉你 林一斌呢 是我的前夫 你说你跟他之间有过节 那你们应该互相了解了吧 不了解啊 那我还是要提醒你 他表面上的精明能干 也是商界精英 可是他的精神上 严重有问题 他有严重的控制欲 他对我也不死心 他现在已经公开 对你发出威胁了 所以丁先生 你一定要小心 我小心一点 我告诉你 我什么都不怕 真的 要不怕了 什么 您好 知道你怎么伪扎了吗 刚才打电话了吗 喂 驾照 行驶证 喂 我 我真的刚丢了工作 特别倒霉今天 能不能 您就放我一马 好吗 驾照 行驶证 以后注意啊 谢谢 对不起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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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遇到了一点小状况 丁先生 我请你吃饭吧 请我吃饭 真的 我请你吃饭 烫死我了 俩吃货 你现在可以给我交代一下 你跟林一斌是什么关系了吧 来 我们吃个哦 说 我上大学那个时候吧 我那个时候没怎么好好上学 干了操盘手 帮人买卖轨票那种 在金融街呢 小有名气 大概三年里帮人家挣了 三千多万吧 林一斌可能就是因为这个 因为我的才华 聘请了我 我就给他打了一个月的工 这一个月呢 我就帮他挣了五千万 五千多万吧 五千多万 对 五千多万 我虽然不爱钱啊 但是我觉得能赚钱的人 真的是一种本事啊 谢谢 我来发生了一些事情 他呢 不太喜欢用正当的图景来挣钱 他觉得很慢 觉得不过瘾 所以他就想做一些 非法的手段 举个例子 比如说跟他的合伙人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商人 他要找出那些人的一些 违法的行为或者一些破绽 然后以此来要挟他们 入股进取他们的生意 而且沾大头拿大钱 那你 我就是帮他发现 这些破绽的那个人 后来北太黑的人当中 有一个人跳舞 虽然那个人 可能也不是什么好人 但是我很内疚 特别内疚 我问这一兵家 我说对不起 再这么忙我不干了 他不听我阻止他了 我劝他了 他一意孤醒 我说那再见 我不玩了 那你为什么不接转他 他很小心呢 很难找到一些漏洞 很难 原来这才是他发达的秘密 我应该相信你吗 那你是一个 凭直觉思考问题的人吗 理性加直觉吧 那你觉得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啊 有点难 这有什么难的呢 很简单 比如说我是一个 爱说话的人 风趣的人 对吧 我 我 我不会有点枯燥 我还想问你个问题 问 你追求我是为了 报复林一斌吗 因为他放不下我 你恨他 所以你就来追求我 好给他一个夺妻之恨 是吗 我想我有必要 非常严肃地 跟你解释一下 这个问题 希望你能听完我的话 当然 就像我说的那样 在很久以前 上大学的时候 我见到你的第一眼 我就喜欢上你 我也是凭直觉 一见钟情 不难理解 但那个时候 你有男朋友 陈一诚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反复地问自己 要不要去接近你 要不要去追求你 因为你没有结婚呢 我觉得合理合法 我为什么不能去追求呢 为什么不能去竞争呢 我好不容易鼓足勇气了 然后去找你 你结婚了 可是那个时候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啊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离婚了 你离婚以后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 是一个机会 我一定要去找你 要去认识你 跟你说我很喜欢你 结果我刚要这么做 你闪婚了 任一病了 你告诉我 能怎么办 去破坏你们婚姻吗 没有 我又只能等着 去祝福你 然后天忆 你又离婚了 我觉得这次机会 我是死都不能放过 所以我决定了 我要去找你 我要跟你说清楚 怎么回事 但是我突然间冷静了一下 我觉得这个时候 你需要时间 来抚平一下 你心里的伤口 你刚刚经历完两段 非常失败的婚姻 你怎么可能马上接受一份 新的感情 新的人呢 对吧 我要给你这个时间 然后当你能够接受 下一份感情的时候 我一定会第一个 出现在你的面前 所以我一直 在旁边默默地 关注着你 看着你 从来没有离开过你 但是不巧 水果汐湿 然后那些无聊的炒作 发生了 说实话这不是一个 最好的机会 我不想让你认为 我帮你是为了 要接近的 我特别讨厌 这样的一个机会 但是没有办法 发生了 我就必须来帮你 哪怕你误解我 我认了 然后就是这样 你都知道了 所以我要强调的是 我见到你 我喜欢上你 我认识你 了解你 跟林一斌 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个时候你我 都不认识他 我说清楚了 我是白修和说错了吗 你的故事很感人 感动了 真的 感动了 那 丁学琪 今天我请客 你买单 应该的 我很开心 开心就好 时间不早了 我要回去了 好 以后见 明天见 明天 嗨 你自己的 是 你们工作室不是没了吗 我有一个仓库闲置在哪儿 特别大 你要不要去看看 适不适合 没关系 工作室的时间 我自己想办法就好 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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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去看一下 万一你喜欢的 怎么样 好大啊 大吗 大吗 嗯 是不是很通透 挺好的 够不够用 够 够了吧 库门 还有一个小二层 上去看一眼 好啊 很私密吧 就有一个很独立的空间 这外边有什么呀 院子 都是你的 你可以随意设计 喝咖啡 看书 干嘛都行 真好呗 你说那么好给别人 我拒绝也不太好啊 张叔你答应了 答应啊 你接受 但我租金我得付啊 我不能平白无数人恩惠 好 你付 你付 缓速行不行 那不行 你慢慢来嘛 没让你读速啊 你一点一点来分期速 不 你就告诉我 你喜欢还是不喜欢 喜欢 喜欢就完了 归你了 爱情真的很美 请你记住这首歌 在心里的木角落 我来吧 这应该是男人干的 很简单的 我来吧 这个是吧 你说咱俩算是 穿的清零三吗 我来 这个是吧 我来不 circumstanc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会是你的车吧 你好 你害我丢了工作 点了我的车 还顾了很多的飞车党骑着摩托车来装你 差点把我装死 是吗 那你能活着来见我可真够辛苦的 明镜呢 小兴追上了吗 这样不 灵灵 我们两个人来谈一个条件好吗 你对我做的一切 我都可以既往不救 就让他过去了 翻篇了 从现在开始 我只想要追究王小兴 我只想跟他好好地谈一场片案 你知不知道 这场战争是由你发起来的 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可有不得你 我不干了 实在是干不下去了 你听听 你看你这都什么事啊 我要再继续跟你干 我还不是得让他骂死了 杨晓东 我没有听错了 你这种人不被人骂 你能赚钱吗 行 我站着给你挣回钱上 你瞧瞧 你瞧瞧 帅呀 你这些事啊 有av guidelines 还有电气吗 我真的可能对你扶幸 ist得搜菠 都已变成了回忆 是因为遇见了你 让我相信了真情 爱过的痕迹还在寻 为了爱 为了情在哭泣 你 我的宿命 也许逃脱不了天意 我已明白 但还是不愿失去你 你对我的爱 在背后连成了勇气 真心的歌唱给你 爱情真的很美 请你记住这首歌 在心里的某角落 你 我的相遇 爱情真的很美